党内曾有民调调查指出 台海若开战 有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 美国可能会出兵所谓协方台湾 但美国记者贴身观察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之后 却认为美方不会来所谓救援 越来越多的声音反应 台海若开战 美军不会来 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味的 斜阳自重的美国梦 图的究竟是什么呢 的确 就是如果说台海开战 美国会出兵吗 这个是很多人在提的这个问题 但从目前美国国内的相关的研究 一些或者民调的来看 美国出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第一就是美国 他在中国的家门口 来打这么一场战 那么包括像美国非常著名的智库 像兰德公司在内的 一系列的一些智库 他们所推演出来 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 打这场战 事实上他的胜算是不大的 美国将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跟中国这么一个军事上 实力也是相当强的大国 来进行对抗 还有一点 就是美国人更不敢往下想 就是中国它还是一个核大国 那你跟一个核大国来进行这种智障 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美国的有识知识 对时是有清醒的认识 那么我们再来看 就是美国它要开战 它其实要有比较强的国内的民意的支持 如果说没有国内比较强的民意支持 这种战也是打不起来的 或者是它打得很快的 也会受到老百姓的强烈的反对 比如说当年的越战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现在美国的一些民调机构 它所做出来的民调显示 那就是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 并不希望美国为了台湾问题来出兵台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美国出兵台海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那么民进党 我们再从民进党这块来看 民进党它在搞台独 它也知道它搞台独 势必会受到中国大陆非常坚决的反对以遏制 所以它就要去买美国的武器 但它也很清楚 就是它买再多的美国的武器 也永远无法跟中国大陆相抗衡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要鼓吹一种论调 就是说如果说两岸开战的话 美国是会出兵来帮助台湾的 也就是说民进党这么做 它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台独的 这种意识形态来服务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民进党它还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骗选票 因为民进党老在之所以说 它是最本土的 它是爱台湾的 那么它为台湾要争取权利等等 那么事实上 它就想告诉台湾的选民 说它搞台独 然后由美国支持 所以你们就放心地把票投给我吧 我觉得民进党当局 这典型的是为了自己的一己自私 致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一不顾 这个是应该受到我们强烈的谴责的 这典型的谴责的谴责的谴责 这典型的谴责的谴责